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由一位来自槟城的叶先生一灭进来的真人事件 这是叶先生多年前和几位朋友前往坟山求财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故事是这样的 当年叶先生一直成为赌博买字 有一天下午他接到朋友阿龙的来店 阿龙约了他们几位朋友周末到坟山去求子 听说坟山附近有个大博公神庙非常灵 曾经有人在那边求子赢了好多钱 叶先生和几位朋友得惜这消息之后 真的受不住引诱 马上答应了 于是周末的凌晨三点 他们总共五人供车一同前往坟山 到了坟山 把车子拍好了过后 他们五人就沿着斜坡路的小径前往 当时候天色很暗 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手电筒来照亮四周围 荒山野岭 阴风阵阵 如气如素 真的有点恐怖了 大约十五分钟后 他们看见大博公神庙了 于是就加紧脚步上前去求真日 求完真日过后 他们五人就沿着小径的出口走下斜坡 五人当中一位叫阿三的朋友 他拿着手电筒照着斜坡路四周围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白色又很模糊的东西 在眼前飘过 而且还有一阵冷风 令他们几个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于是他们在用手电筒照四周围看看 后来并没有再看见那个白影了 其实刚才那个白影就只有阿三和叶先生两人看见而已 其余三个呢 是感觉到有一阵阴风迎面而来 就是看不见那个白影 他们一边聊着一边快步走 很快地就到了斜坡下 阿龙就到大树旁的一间洗手间去上个厕所 看见大树旁有个拿豆宫的小神龛 这时候的叶先生似乎有点贪心的 这次他并不是向拿豆宫求字 而是向拿豆宫旁的那个香炉求字 叶先生就跪了下来 便问道 可不可以向你求个真日 然后他就从裤袋里拿出两个硬币来制杯 结果是个硬杯 叶先生就有点不服的 然后再说道 如果你保佑给我中奖的话 到时候我就会买很多东西来答谢你 讲完后再制杯 这次是个笑杯 叶先生真的是不肯面对事实 这时候在旁的阿龙就告诉他 别再求了 面对事实吧 我们要开车了 就这样他们五人就开车离开坟山了 途中阿龙就告诉叶先生 刚才那个香炉 听说是个女鬼的 当年有一个妇女 她是在坟山附近卖果子的 一天下了一场暴风雷雨 她被雷劈中而死的 不久后 那边的村民还一直在坟山附近 看见她的鬼魂 后来他们才请法师 设了一个拿豆宫小神龛 然后再帮那只女鬼魂 设个香炉 放在拿豆宫旁的 这样做是因为不要让她 变成孤魂野鬼四处捣乱过路人 听说还没设香炉给她之前 若你的运气欠佳 凡事经过坟山那条路 都会有小意外发生 曾经有两兄弟 哥哥踩着脚踏车 载着弟弟经过此路 弟弟的脚竟然整只卷入脚踏车轮缝 然后被脚踏车轮子削过 结果必须承受撕裂伤 还曾听说 电弹车骑士经过此路的时候 无缘无故会失控倒地 再说最好别向她求财 很久以前听说就是有一个走投 无路的赌徒向她求财 后来中了奖之后 又没回来答谢她 结果连命都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